10月3号中午在长州市新北区新观音堂村发生了一起惨剧 一名男子将其女友以及女友的弟弟和爷爷一同推进了池塘中 并且用石头砸砖头砸镰刀砍三人不同程度受伤 而我们法治集结号的记者也是在第一时间关注了这件事情 经过警方调查在事发时该名男子的同居女友只有14岁 而在过去的一年中该男子竟然胁迫女友同居 并且还生下了一名女婴 昨天下午我们的记者在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见到了这个女孩 10月14号是婷婷15周岁的生日 现在她只能静静地卧在医院的病床上睁着一双无助的大眼睛 看着躺在自己怀里的小婴儿 这是婷婷的女儿只有三个月大 能接受吗 不能接受也没有办法的事情 毕竟孩子是我孤单 然后感觉她来得太早了 14岁的婷婷自己还是个孩子却已经是另一个孩子的母亲 从她志气未脱的言语中我们得知在过去的一年里她遭受了非人的胁迫和领辱 婷婷是四川人因为家境贫寒 在她两岁那年父母就丢下她和刚出生不久的弟弟外出打工 婷婷姐弟俩一直由爷爷奶奶抚养 只有逢年过节才能见到父母一面 2012年3月婷婷姐弟俩被父母接到了长州的赞住地 她这么小为什么没给她去上学呢 就是我们老板只是我们凭我们的关系把小孩送到学校去的 去年刚过来准备上学的 但是呢初中她不收插班生 婷婷的学业就此中断开始四处打零工 2012年5月婷婷金工有介绍与一个名叫任兴东的云南男子相识 此后任兴东就对婷婷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然后我们玩着玩着 然后就拿一辆车 然后他们就把我推上车 然后上车之后把我手机什么都给我拿掉 然后但是我特别害怕 就是也不知道她 她一直那时候一直追求我嘛 你有答应吗 嗯没有答应 然后她就采取这种强行的办法 2012年5月25号 婷婷被任兴东等人带到了浙江 婷婷说 当晚任兴东就强行与她发生了新关系 随后的两个月里 她被任兴东胁迫着辗转到湖北和青海打工 婷婷说 她也曾想找机会逃脱 可遭到了任兴东的死亡威胁 从此婷婷只能委屈求全 直到出现了严重的恶心症状 任兴东将她带回了云南山区老家 到医院检查后发现 婷婷已经怀孕两个多月了 婷婷说自从怀孕后 她就再也没能走出那个小山沟 整天被人看守着 还要干繁重的家务活 不仅如此 任兴东还多次强行与她发生性关系 在此期间 婷婷曾祈求任兴东 让她与父母联系一下 在任兴东的监视下 她只能通过手机QQ 向父母问声好 最多就是两句话 问一下 她问爸爸妈妈你们好吗 然后我们说你现在在哪里 安不安全 她马上就掉线了 我们只是心里觉得她是活着的 不知道肯定是人家骗走了 或者是把她拐军卖掉 什么东西 今年7月1号 婷婷在云南产下了一名女婴 当医院要求家属出世产妇的个人资料 给孩子办理出生证明时 任兴东才主动给婷婷的父亲打了一个电话 地上就叫爸爸 我说这谁打电话叫爸爸 她说我是任兴东 我们跟婷婷有宝宝了 她说当时听到这个小事梦了 她说你先把那个寄过来 我们到时候满月了 我们就过来看你们 产后的婷婷声音十分微弱 父母根本弄不清楚女儿当时的处境 为了能尽快见到女儿 只能按照任兴东的要求 将资料传真到云南 孩子满月后 婷婷和女儿就被任兴东带着去上海找工作 处处碰壁 钱很快花光了 走投无路的时候 婷婷提出回常州父母家 这一次任兴东答应了 回到父母身边 婷婷认为自己终于可以解脱了 可没想到 仅仅一个月 婷婷和弟弟以及爷爷 就差点被任兴东置于死地